你对美国有什么看法 我不喜欢美国 那我开中民意的说 我是教英文的 但是我讨厌美国这个国家 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期读 所以今天做这个报导 讲的是美国对台湾 其实是有焦土政策的 什么叫焦土政策 你上过历史课 历史老师应该解释过 就这个好像最早在二战的时候 德国打俄罗斯 那叫俄罗斯 应该还是叫苏联 应该不是苏联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联邦 那时候应该是Russia而已 那俄罗斯一边退 一边把他们的地就烧烧烧烧烧烧 然后能破坏了就破坏掉 因为他就不想留下这些资源 被德国人拿去用 所以边打边退边打边退 一边退一边烧 一边退一边烧 然后德国所得到的 就是烧焦烂掉的土地 所以这个叫做焦土政策 那如果说今天真的 台海打起来的话 那美国如果真的有帮台湾 但帮到后来 觉得如果帮不下去了 可能要打输了 可能真的要被中国拿走了 那他们就打算把台湾就干脆毁掉 这是他们讲的一个可能性 这是一个suggestion 不见得真的会发生 可是我们就要知道 真的有人在提这样的提议 这至少是一个会考虑的 the possibility 那所以 but I'm not here to debate the likelihood of that 所以我不是要跟大家辩论说 到底它的可能性有多高 我也不是要 nor am I going to debate 就是 到底把这些factory 这些equipment毁掉 是有没有意义 because there are some people there are discussions on reddit 我刚刚有读一下下 there are discussions that claim that destroying the factories and equipment will do nothing because it's the people that count it's the people who have the know-how about these chips that count 就是 就是这些 知道怎么去做啊 或什么 就是人才才是重点 把设备毁掉 事实上不是重点 I'm not gonna let's not talk about that because that's another rabbit hole that I'm not willing to go into 所以那是一个很深的兔子洞 所以我们只是要学英文而已 so that's all I'm saying here 所以这里呢 他说的 就有一个报道 他说的就是 美国呢 不会让中国 把台湾的这个chipmaker 也就是反正讲我们台积电脑这些的 那不会让他们intact 给他拿走 所以intact这个字就是 没有受伤到 目前是无缺 完美无缺的状态 就intact 所以像例如说 你今天去 进去打仗 进去打架 结果后来你 毫发无伤的出来 你可以用unscathed 有这么一个字 那这个intact 大概差不多意思 我把unscathed也稍微打一下下 OK unscathed 就毫发无伤的这样 好 所以 我就往下来看看 这个报道说一些什么东西 那again 这个是 这是有一些 像这个字 他是这个国安 国安顾问 美国的前国安顾问 是不是叫做国安顾问 国土安全顾问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好长的一个名字 他前 former 他叫Robert O'Brien 那他就 在他们这个 11月10号 其实已经上个月的事情 开会的时候 开个什么会 有这么一个高峰会 Grand Strategy Summit 天下好像很厉害 而且是尼克森的一个激进会 尼克森不就是那个 水门案的总统吗 怎么会他有一个激进会 but doesn't matter 所以他就这边说了 似乎这个报道 因为先前有些这种报道 就是这个焦土政策的报道 那他是说 可能他是有可信度的 所以这个 Robert O'Brien appeared to lend credence to these reports 所以这个lend credence 这个字我觉得就蛮有趣的 这个credence就是对什么 就什么什么东西 可能是一个有可信度的 OK 所以credence 打一下这个字好了 credence 我们看过incredible这个字 这个字大家很熟 不可思议的 所以如果说一个事情credible 那就是什么叫可思议吗 就是有可信度的 credible 所以他的名词 大概就是credence 发音不太一样 这个前面这是credible 但这个名词是credence 这个e的发音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在教英文 不是在偷渡政治理念 好了 不过其实开中民意就说 我不喜欢美国 这是我的立场 你不同意无所谓 我们是在学英文的 就像我们前几天群组有人吵架 但无所谓 我们都是在学英文的 right 好 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所以这边这个呢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mbassador Robert O'Brien 他就 lend credence to this report 这report什么东西呢 他说了 US will disable 台湾's semiconductor chip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if china attempts to reunify the island with the mainland 所以 the report就说了 这边再讲一下 美国会disable 就把它给它毁掉 让它不能able disable 台湾的这个 半导体 semiconductor chip chip 差点讲成chip 不是chip chip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所以生产晶片的能力 manufacture 生产capability 我们发展能力也可以 如果中国试着 来跟台湾统一的话 然后呢 他这边加了一个quotation 所以表示 这真的他的看法 他认为这个 这些 他们做的一些研究报道 是可信的 因为事实上 下面他就讲到 这个报道 其实来自去年的时候 11月的时候 就一年前 有一个US army war college 就美国陆军战争大学 战争专科院校 之类的 就竟然有这种学校 the US army war college college press 对不起 加一个press 表示他应该不是college 他是一个媒体 所以这个媒体 publish一个paper 说不定他真的 不能严格来讲是媒体 他既然讲了 publish一个paper 听起来感觉像是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建议 美国 就拿出这样的威胁 就你要来打台湾 是吧 那我就交图政策 把台湾这个回让也拿不到 所以或许你就可以去interpret it's only a threat it's really not going to happen but 但这个东西就坚仁坚持嘛 it's a matter of opinion whether this will happen or will not happen 这个都很难说 好 anyway 所以 那我们这边在 我刚刚这边没有读 我再读一次 所以这边这个O'Brien 他说的这个quotation的话 是什么东西呢 so if China takes Taiwan and takes those factories intact which I don't think we would ever allow they have a monopoly over chips the way OPEC has a monopoly or even more than the way OPEC has a monopoly over oil 这是他说 讲的话 所以如果呢 中国拿下了台湾 以及拿下了那些工厂的话 so 而且是好法无伤的 把它拿下来 so if China takes Taiwan and takes those factories intact 而这一点是他们 他认为是 我们美国是不可能允许的 so which I don't think we would ever allow 所以这句话听起来倒不错 就表示他 他非常坚定的认为 美国不会允许 这件事发生 什么是 拿下台湾 以及拿下这些工厂 而且是好法无伤的 不过我想这个 他可能讲的只是后者 就是工厂好法无伤 台湾或许那很难说 but anyway 所以要是这件事发生的话 所以if只是前半句 后半句就是 就说的是中国对于这些金片 就有了这个monopoly了 那monopoly就是一个 像我们中游戏大富翁 叫做monopoly 所以你对这个事情 就有独占权了 基本上 OK 你对它是有 你可以monopolize它 全世界只有你有办法生产出 这么厉害的金片 so China would have a monopoly over chips 那他有着这个monopoly 就像是OPEC对于石油 是有monopoly一样 所以我们知道OPEC控制着全球的石油的走向之类的 这个就不说了 或许有机会可以再做 不过我觉得这题目大概蛮无聊的 所以OPEC跟OIL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 所以中国就会像OPEC一样 这是中国会有的是对chip的monopoly 好OK 那所以说 这边就讲到 下面就是在讲了这个 把这个东西讲得再更细微一点点 就这个刚刚那个paper是11月出来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 这个press 它被最多人引用的一篇paper 这样 所以这个他说了 became the most highly downloaded paper from the college 这样子 好 蛮屌的 然后这边就讲 后面就讲了 and suggested that the US lay plans in Taiwan for a targeted scorched earth strategy that would render the island not just unattractive if ever seized by force but positively costly to maintain 好 所以他建议了 美国就弄一些计划 累一些plan在台湾 干嘛呢 就是有目标性的 把有些地方给交涂掉 so for a targeted scorched earth strategy 所以这个交涂政策就叫做 scorched earth strategy scorched这个字就是 其实它可以翻译成就是那个炙 炙热 我看找不到 yes 这个炙 ok 就像我们知道 像你去吃东西 吃什么生鱼片什么那些的 它拿一个喷火枪 在那边烧烧烧烧烧 就让表面有点点熟 那那个就叫 你就可以说那个叫做scorched 其实 或者那个东西叫blow torch就是 好 这个先不扯 所以总之scorched就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如果今天你夏天走在路上 发现这个太阳真是热 你当然可以说 Oh it's such a hot day 可是你也可以说 Today it's scorching 是ok的 OK the scorching sun 太阳仿佛在 可以把人家烤焦一样 scorched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 所以焦土就是把这个 地球 地球翻小格过来 土壤 土壤 因为Earth这个词真的也是土壤的意思 所以把这些土全部给它烧焦掉 所以是被动的形容词 So scorched earth policy或 strategy 所以刚刚这里文章说的就是 你是有目标的 所以a targeted scorched earth strategy 那会把台湾这个岛就不只是让它失去任何魅力 要是你真的用力量把它拿下来也没有魅力了 So this strategy would render the island Render这个字我们有讲过 但无所谓现在看到就再看一下 怎么翻译 真的不好翻 像我们一般来说 如果你会做3D软体之类的话 你抓出一个3D的东西来 然后你要把它生成成影片 那生成影片这个过程 我们好像就叫做Render这个动作 所以Render就有制作出的那种感觉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的用法是 像我们在说煮饭的时候 你拿猪肉 然后扁出一些猪油来 所以你在生出猪油牛油的过程 也叫做Render So you renderLard Lard我们讲过是猪油 所以Lard是需要Render的 不是说哪一块猪肉 它自己就会变成猪油 你需要有那个扁的过程 那说扁应该没错吧 火字旁一个沉水扁的扁 所以这个是Render 所以Render这个是这样 所以这里就可以把它翻译成 使得台湾这个岛像是被扁过一样 就让它变成怎样 这个事实上也不是很好翻译 但再读一次 所以它要有一个Plan A plan of targeted scorched earth strategy That would render Taiwan这样 Render the island这样 所以Render这个东西变成怎样 后面加一个受持不语 所以它的受持不语的部分 还用了quotation 所以不只是失去魅力 Not just unattractive If ever cease by force 所以要是它真的被力量拿下来 所以cease这个字就有夺下的意思 所以要是被中国用武力夺下的话 就已经 unattractive了 因为就已经被烧掉了 而且不只这样 而且还如果你要把这个工厂给维持住 或者把它rebuild的话 是非常好 很贵的 so positively costly to maintain 好 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一个做法 这样 那这也算是一种 这不是他们的首要的一个战略目标 所以他当然也不想台湾基电 就这样子被烧掉 对不对 所以这算是一个备案 OK 备案 所以这边有一个备案的字叫做contingency OK contingency 所以这边有一个possible US contingency planning Yeah OK 那这个彭博这个通讯社 Bloomberg reported on 7th October 所以在10月7号的时候 彭博就说了 plans for worst case scenarios included evacuating Taiwan's chip engineers 好像正在发生了 你知道吗 OK 所以彭博报导说的是 要是今天发生的最糟糕的状况的话 我们先把这些人才带走吧 这样子 好像不是台积电跑去美国设厂 然后我记得看过一个新闻报导 因为我在 我是不是在散播一些这种不实消息 应该不是不实消息 因为这个 就台积电已经去美国设厂了 好像这是真的 对 然后很多工程师不是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这张照片 很多工程师在桃源机场 搭机 然后挤的水泄不通 所以这些高科技人才 已经遗忘没过了 所以这似乎已经是 worst case scenario 所以这边有个词叫做 worst case scenario 或者是best case scenario 所以这是一个固定的词 这就是最好的状况 或最糟的状况 所以要是今天是最糟的状况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先把 台湾的这些chip engineer 这些工程师 先把他们疏散走 带到美国来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他们 就彭博通讯社 去很仔细的去speculate 观测了一下 美国有可能的这些备案 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把这一段再读 这给你听 so following months of speculation over possible us contingency planning 所以follow了这件事情 所以主持就是 bloomberg ok follow了什么 再讲一次 就好几个月的speculation 就是观察 观察什么 美国有可能的备案 so speculation over possible us contingency planning 所以contingency 刚才跟你说过 算是一个备案 那bloomberg就reported 在4月7号 on 7th october that plans for worst case scenarios include evacuating 台湾's chip engineers yeah ok 好 所以听起来好像蛮糟的 我也没有啦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是不是应该说一下 个人看法 my hot take do you care you probably don't I don't either but I'm gonna say something because I feel like it 我觉得中国现在是不是 有点没余力来进攻台湾 说真的 因为你知道 就是个白纸革命什么干嘛的 不过好像听有些网友说 已经结束了 so I don't know 就中国这个internal的一些东西 domestic的一些 这个正在发生的一些 就这些headache 这些political hot potato 要不要先处理掉 然后才去考虑 这个出兵台湾或什么的 well I have no idea 那现在my biggest concern right now family 所以这一切就我们且战且走 讲到这里可以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